新矿行业要闻 安德森自愿公布的报告显示其净收入为82.1万美元 每股收益0.01美元 公司连续三个月获得正面的未计利息 税项折旧以及摊销前的利润 2017年第三季度总计240万美元 相较第二季度增长了75% 营运资金变动前的现金流动为230万美元 公司预计会在今年第四季度结束之前 有自由支配的现金流 与年内第二季度相比 第三季度的金膜产品量增长了17% 日均达到1934吨 良好的经营和财务表现 预计将能够支持公司第四季度 和明年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当前企业的现金总额为660万美元 季度应交新等产量产出同比增长14% 达到1490万磅 其中新银银产量分别为1000万磅 390万磅 以及11.7727万盎司 第三季度对于安德森资源公司来说是美好的 企业呈现上升趋势 这为2018年公司盈利和进一步扩张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根据CSA全球评估 帕西内克斯资源公司持有50%股份的南土耳其 平纳构组新矿矿石资源量约有20万吨 平均新含量为31% 该资源运藏有6.16万吨 含新金属或者1.357亿磅新 资源吨位中4分之3是氧化鑫 鑫平均品位为29% 4分之1是硫化鑫 鑫平均品位为35% 除此之外还有白银可开采 这是他们对土耳其新矿质量的首次评估 产量正在增加 我们认为2018年企业的生产和利润前景都十分的乐观 可以说两家公司都在积极发展 我们将会继续关注最新进展 随着新价上涨至10年来高位 同时伦敦金属交易所交易价格走低 这些因素为2018年两家企业的赚取更大利润 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是主持人约恒史泰格 这里是独高斯贝电视合作为您推出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